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借庸,就是一借平庸 今天我在温哥华给大家做一个清汤牛腩粉 Let's go 我们用昨天煮好的清汤牛腩呢 今天把它切成薄片 牛筋也是要切成薄片 这个薄片呢,切得越细越好 以方便我们等一下的加热的这个工作 姜门排粉,我们就用开水给它煮开 排粉是非常细的,所以很快就熟了 把它煮软了就可以 熟了呢,我们先把它盛起来 再煮这个青菜 这个是芥兰啊,所以我先用一些蒜头啊,给它炒一炒 把昨天的牛肉汤呢,加进里面去,调一调味道呢 加一点麻油在这个粉上面 那这个菜煮好了,我们就把它夹起来,放到这个粉里面 再把昨天的浏览片呢,就铺上去 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热汤呢,给它反复的不断的加热 让这个牛肉充分成熟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米粉呢,有三个层次的色彩 米粉是白色的,青菜是绿色的 牛肉是肉色的,就很漂亮 我们厨师呢,好像画家一样 要把厨艺当成是一门艺术 厨师呢,就是要把这些食品呢,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让饮食呢,变成一个艺术享受 加点葱花,点缀一下 把这个牛肉汤呢,就放在这个粉里面 就很好看 非常漂亮的,清汤牛腩粉呢,就做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请帮我点赞 转发,评论加关注 欢迎你来温哥华 借用代理,玩好吃好 还了解加拿大历史文化